东港的去胜利 把草莓种成了新花样 他家的草莓到底有啥特别呢 冰冻草莓罐头 让93年小伙孙国瑜 一年销售百吨草莓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花样新草莓 酸甜各不同 来看看草莓王国里的新奇特品种 口感性柿子卖价高 咱去沈阳马尝鸭子看看 这柿子到底是啥样 村里出资建大棚 村民租棚把钱挣 咱们一起去盘山县张甲村 看一看 辽阳灯塔的辽丰小镇 今天举办第三届赏花节 赏花节上有哪些精彩内容 本一先读回快 地族新三农提供新服务 这里是辽宁卫视黑土地 我是杨佳 这个时候呢 是大棚里的草莓集中上市的时候 但是每年冬季呢 刚上市这段时间 也是草莓价格最好的时候 所以乡亲们呢 很多人都是变着花样的种草莓 开动脑筋 咱们都知道 苹果啊 有一个技术叫套袋技术 套袋为了什么呢 为了让这个苹果呢 防虫防病 另外一方面 让着色啊 更加均匀 咱们都知道 这草莓是生长在大棚里的 您想想 这大棚风吹不着 雨淋不着 那给草莓套袋 又是为哪般呢 眼下正是草莓成熟的季节 进入取生力的草莓大棚 却看不见红彤彤的果实 取而代之的是 密密麻麻的白色小袋子 而且这一排排 拢勾的架子上 也种着草莓 这样的草莓大棚 还挺稀奇的 以前的苹果也不套袋 但是苹果现在已经套袋 国家对安全来讲 特别忠实 但是我这个草莓 现在从这方面 应该是往前看吧 应该是套袋比 不套袋的 应该是要 更有发展前途 取生力种植草莓 已有四年时间 之前从事过苹果种植 受苹果套袋的启发 两年前 他就将自家草莓全部套袋 但是与苹果套袋完全不同 草莓套袋采用的是 透光 透气 防尘 防水的 无纺布袋 套袋吧 这个东西现在是 为了是无尘无菌 让老百姓吃得更放心 下部我们的草莓 就在单上印的是 棉袭草莓 无尘无菌 这个草莓可以打开即时的 我们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 管理 人工啊 树化树果 喷啊 手喷啊 或者是个别的 就是彭氏当中的一些杂陈啊 这个 粘到我们这个果的果上 水洗的比较重 那么这样就使去了它 草莓自身的一个品质 而我们套袋之后呢 就可以解决 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实现草莓免洗 当果实长到支架大小的时候 就要开始进行套袋了 这个套袋必须得有手杆大小 如果这样小的吧 套下去就可能有可能要吐了袋 就是要妥落 这种应该在这么大开始套 它也不能妥落 再大了吧 套的就不好套 又非贡又费私利 给每个刚做果不久的草莓套袋 不仅要小心仔细 还要瞅准时机 套袋增加了人工费用 同时一个袋子大概需要五分钱 套袋草莓比普通草莓 最低的要够五块钱 最低的应该是一基 它的成本也划分的过来 我现在是法的是28块钱一基 你是不到袋的吗 现在最多不超过20 也就是 差8块钱的价钱 但是我这个套袋 现在是属于供不应求 应该是 都是提前预定的 从这两年销售情况来看 套袋草莓非常受消费者的认可 除了跟人们注重食品安全有关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套袋草莓的品质也更高一筹 套袋草莓糖度为什么会高呢 袋里又没有糖 这有什么科学依据吗 套袋草莓之后 这个袋 果实在袋里边 它和外界相比 和葡萄草莓相比 就是同样的温度相对比较低 或者比较恒恒定 那么在这个相对低稳 相对低稳 在这个情况下 那么它这个 这里边呢 这个糖分积累的 实践比较差 那么它就是 营养物质积累的实践 就实践足 那么这样的话 它这个 往往 就要比那个普通 那个 就是不套袋的一个落果 要长得大 套袋草莓功不应求 为了增加产量 取胜利今年采用了 立体栽培的种植方式 所有架子上的种植面积 相当于又多出一个 50米长的大棚 上面的涨石 应该比底下的旺 因为它的温度 吸收的要够 下面的草莓要走 你看现在的草莓 它地产果已经全部完了 都没了 现在下面吧 陆续还有点 但是它的 下的果快 同样吧 现在没30吧 它那时候可能没到60 是说其实它的利益要高的多 立体栽培不仅投入少回报高 相对于彭氏地面栽培 在管理上还有很多优势 立体栽培呢 就是蠢的 为了解决什么呢 解决土壤虫查问题 解决人工呢 这个生产 老做过程当中 管理上的一些方便问题 另外就是可以提高啊 就是这个草莓生长的 过程当中呢 为了访平啊 其他的一些 这些降低时度等等 一些其他的一些 这些方面 只要管理到位 技术跟得上 实现立体栽培 还是很容易的 取胜利的头脑真不简单 套袋 立体栽培 这些草莓种植的新花样 样样走在别人的前面 并且取得了成功 相信不久的将来 这两项新技术会推广开来 让草莓种植户们 增加更多的经济效益 让消费者吃到 更加优质放心的草莓 您看这区生地 真是没少琢磨 不光要保证草莓的高品质 同时更要保证 它的卫生和便捷 能够做到开袋及时 真是把这些事呢 都想到咱们消费者前头去了 接下来还说一个人 咱们东港的孙大哥 孙大哥也是一个 爱动脑筋的人 大家都知道 这陆地草莓呢 和大棚的草莓啊 中间有很长的一段 叫空档期 那如果在这个空档期里 想吃草莓怎么办呢 咱们来尝尝 孙大哥家的冰冻草莓罐头 一冻 两冻 三冻 四冻 五冻 六冻 七冻 八冻 九冻 十冻 整整十冻草莓大棚 里面一个草莓果都没熟呢 但主人宋国瑜 却忙的是脚打后脑勺 天天忙着发货 好 明天给你发时间啊 他这是忙些啥呢 没算啊 每天订单特别特别大 你看这个就是明天需要发货的 是一个超市要的每50件货 这个是咱们家的方盒草莓 这个是原盒的 超市现在都非常喜欢 不管是微商啊 还是超市啊 都特别喜欢卖的 我给你打开一盒 你看一眼啊 这里边全都是整颗的草莓 每年一道草莓祭 这种冰冻的草莓罐头 也会跟着活起来 20多盒冰冻草莓装成一箱 宋国瑜天天带着工人打包装 成百箱的网出卖 还供不应求 但在六年前 根本没人知道 什么是冰冻草莓 宋国瑜也只是一个 怀揣梦想的尝试者 2012年 宋国瑜刚从农业大学进修回来 一心想把草莓卖上网 可当时电商热潮 虽然风靡全国 销售东港草莓的却寥寥无几 北方草莓一年的生长期 是从12月份一直持续到 第二年的6、7月份 但随着温度越来越高 草莓最后几茶果 都是长得好却难储存 很多草莓种植户 在6、7月份 基本就没啥效益了 草莓软了 发不出去了 然后我就想把这个草莓 做生加工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看见有冰冻草莓 是进口过来的 冷冻的情况下可以保存一年 冰冻草莓的出现 给孙国瑜一个灵感 如果能研制出来这样的产品 将难以储存的草莓进行深加工 不仅能解决自己之前遇到的运输问题 最后几茶果也不用担心没有效益了 配方研制成功后 孙国瑜准备大批量生产 自己家的草莓不够 就开始收购其他草莓种植户的 我寄的是两块钱一斤 大伙都特别乐意给我 只收一个月 6月份和7月份的草莓是特别好 不存在里边有烂果 或者淘汰的草莓 每年可以收购100吨草莓 草莓原料 然后可以供应这一年的销量 都是幼稚草莓 这些说咋都是冷藏草莓 质量各方面都是寡挂 走全国各地多好 给老百姓多卖钱了 我们也够心 钱吧就是到留学月份 这草莓就根本买不了钱了 今天有那个做病点关头的 今天都买不了钱 每天的销量在旺季的时候 可以达到1万斤到2万斤 也是带动了大家伙 这个草莓的价格 正常的话可以提高2块钱到3块钱 进入2019年 孙国瑜就更忙了 自己家的草莓马上大批量成熟 到时候鲜果罐套一起卖 效益就能蹭蹭长 孙国瑜还准备建立一个大冷库 成立一个小型加工厂 自己生产冰冻草莓 让效益再翻一倍 看完上面这两条片 我就一个感受 咱们东港真是出人才 给这二位点赞 说到这个草莓的品种 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九九 其实除了九九之外 还有很多的草莓品种 口感都不错 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介绍 几个新奇特的草莓品种 一进入冬天 就到了吃草莓的好时间 汁多 味甜 水淋淋的大草莓 晶莹剔透 一口一个爱不释手 在水果市场里 常见的九九草莓 是最受大众欢迎的品种之一 那您知道 那些隐藏在大逢中的 私房草莓菜单吗 就是啊 这究竟是啥草莓呢 我们常见的草莓就是 外表通红 口感贼甜 个头还大 可这个草莓呢 外表苍白 看了不禁让人有所顾虑 这草莓是不是生病了 或者是没熟啊 不是 这个不是生病了 这个就是这个品种 它这个品种叫桃薰 是咱们从国外引进的新品种 桃薰草莓是个稀罕玩意儿 种子属于进口货 千里迢迢来到咱们这儿 又经过了多年的细心栽培 和普通草莓比起来 特点是外皮粉白粉白 个头又小又圆 连果肉都是纯白色 这么娇小的草莓 味道更独特 味吧 是水蜜桃味 你看啊 平常的草莓都是红的 我们这个是白一点 吃起来是水蜜桃味 草莓吃出桃子味儿 绝对是挑到您的味蕾 和桃薰草莓一样 还有一种外皮粉红 果肉纯白的草莓 叫白玉 如果说桃薰是纯齿留香 那白玉可就是甜到了心里去 我现在在取样测糖度 你看 我这个糖度达到17.3 水果类的糖度达到17 已经很高的了 你是喜欢吃现在这种口感偏甜的 还是喜欢吃小时候那种 酸酸甜甜口味 小时候那点好 小时候最压重的 感觉挺好吃的 现在太甜了 我非常喜欢小时候味的 艳丽草莓是沈阳农业大学的专家 研究出来的新品种 虽然糖度达不到16.7 但它可不靠甜度取胜 吃起来更酸甜可口 因为这味的草莓吧 特别口感特别好 又甜又脆又清香 这个草莓挺好的 你看一吃到嘴里 就是感觉它是自然熟 不是那种像是加工了熟的那种感觉 除了这些介绍的品种之外 还有菠萝味的小白草莓 茉莉清香的红衣白雪等等 这些稀奇品种的草莓 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贵 零售价一斤都能达到百元以上 这些味道各异 酸甜可口的私房草莓 您是不是也眼馋了呢 怎么样看着这些品种 是不是都想来一口尝一尝呢 那以后咱们再去采摘园的时候 就别光盯着酒酒了 各种各样的品种都尝一尝 其实现在别说这个草莓 那南方的一些热带水果 因为交通啊 运输啊物流各方面越来越便捷了 咱们吃到什么新鲜的水果都不新奇了 于是呢有很多消费者就感慨啊 说现在啊去趟市场 买水果花的钱 要比买蔬菜多多了 确实是这样啊 品种是琳琅满目 看哪个都想尝一尝 那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 就是这个季节里 你最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 发送您的感慨呢 到咱们黑土地的微信公众号 和我们互动 好接下来进入天下三农 看看有哪些新鲜事 无论是在医院看病买药还是报销医保 居民电子健康卡用起来都是又方便又快捷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日前发布的 关于加快推进电子健康卡普及应用工作的意见 国家不仅要在全国加快推行居民电子健康卡 还要依靠它普及许多新功能 例如跨机构跨区域疗诊服务 一卡通用 新农河跨省异地就医结算报销 这样咱们乡村的朋友们 要去外地的大医院看病就方便多了 即算药费和报销医保都可以同时办理 不用来回跑 省时又省力 以后居民电子健康卡还会增添更多的功能 老百姓看病买药也会越来越方便 21世纪什么最重要 人才啊 这句话大伙都知道 无论什么事业 缺少人才都是很难办的 四川省越池县为了解决乡村振兴 人才短缺的问题 从今年开始 当地探索建立了 现隐村用 港编分离的模式 利用乡镇空闲事业编制 县力出头来引进人才 然后把人才放到产业重点村 深度贫困村 还有农旅特色村等村里工作 现在越池县首批现隐村用人才46人 已经全部到港 在乡村工作5年之后 这些人将根据工作需要调整工作岗位 而对工作业绩突出 寻众认可的引进人才 相关部门将优先晋升他们的职称等级 还可以按程序选拔进乡镇领导岗位 有贡献就有奖励 村里收益 个人前途也是得到了发展 这个办法真是不错 吉林省黎树县是文明全国的产粮大县 耕地面积达到了396万亩 每年接杆产量可达240万吨 以前每到秋冬时节 农田里接杆便烧成一片 浓烟滚滚 谁看谁都皱眉头啊 但是2018年入冬以来 黎树县却一直保持着灵活点的记录 这种改变是怎么来的呢 灵活点靠的不是一进了之 靠的是综合治理 是用综合治理的系统办法将接杆从垃圾变成了资源 近年来 黎树县坚持不懈地推广接杆全覆盖还田等新的耕种模式 通过这种模式把接杆还田 不仅可以有效增加土壤的有机制 减少化肥用量 还有助于保水 接杆还田用不完剩下的 碱石打捆供给发电厂发电 或者是压缩加工成燃料 还有将一些接杆进行青黄储 或者是压块加工成饲料 喂养牛羊 多种办法互相补充一起发力 现在林树县被利用的接杆总量 已经达到了199.7万吨 接杆综合利用率达到了83.2% 这个比例可以说是非常高了 接杆都有了用处 能换来效益 自然就没有人烧了 春节就在眼前了 现在可以提前30天在网络上购票了 购票安全又成了大伙关注的事 要是被骗买了假票 不光是耽误了行程 大过年的和亲友团圆的心情都要受影响 那么如何安全地订购车票 避免上当受骗呢 铁路公安民警为您提供了三个注意事项 第一 闲杂人等都售车票 千万别信 在售票窗口代售点附近 有一些在这里游荡的所谓神秘人 关系人 他们会主动找到买车票的你搭讪 承诺只要给点好处费 就能帮你买到想要的火车票 这个时候你就得提高警惕了 小心上当受骗 第二 抢票弹窗小软件 千万别点 近期网络上出现了一系列分享好友群 朋友圈助力抢票的链接 表面上看来是帮助大伙抢购火车票 大家点开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 网络支付密码什么的被窃 那可就麻烦了 第三 电话熟人抢票 千万别当真 您好 这里是专业熟人代购车票公司 只要您把钱汇入指定的账户并告知住址 我们会第一时间将车票快递到您的手中 这种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电话购票 轻易不要信 记住了 购买火车票的唯一官方电话 只有95105105 重复一遍 95105105 而且铁路部门也不会主动打电话 向您推销火车票的 所以啊 莫名的代购推销火车票电话 千万别当真 这俗话说啊 一九二九不出手 三九四九冰上走 那今天呢是三九的第一天 到底有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冷呢 一起进入今天的谈天说地 大伙儿早上好 欢迎收看谈天说地 我是思雨 今天是农历的腊月初四 三九的第一天 今天咱们全省以晴或是多云的天气为主 阳光是比较靠谱的 但是风有点过分了 今天西南风的风力比较大 在四到五级 部分地区可以达到五到六级 那这股风一吹啊 气温是被直接拉升了 白天最高气温在零下三到三度之间 夜间的最低气温在零下十五到零下五度之间了 大伙儿今天出门呢 恐怕都会恍惚一下 这哪是三九第一天啊 这不是要开车了吧 都说三九冰上走 可是今天的暖空气会让体感温度更高一些 冰上走 咱是走不了了 可以到户外感受一下冬日的暖阳 也是不错的 了解各个天气之后呢 咱们来看看乡亲们给我们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这位乡亲说 我家是葫芦岛地区的 今年呢 想种一个比较特别的玉米品种啊 能不能给咱们介绍一个 可以鲜食且冷冻效益好的年玉米呢 接下来我们请技术人帮他解答一下 我还真知道有一个在生产上表现非常好的一个品种 那就是叫万诺2000 万诺2000这个品种啊 它的生意期比较短 当然在这个南北区共同的实验的过程当中呢 发现它比一般的同类产品要找熟三天到五天 甚至有的可能要达到一周 当然你这个摘培呢 可能有它的特点 你有的是玉米摘培 有的是直播 有的是在高温期 有的是在低温期 所以它生意期呢 可能稍稍这个 有点出入和它标记的这个生意期 但不管怎么说 万诺2000 它是一个找出品种 它特别适合我们北方的春季 另外这个品种呢 它的特点呢 因为它皮比较薄 它这个渣子 也就是说我们说那个含渣率比较低 所以它的口感特别好 它是特别适合鲜石和北方的加工 因为北方的大面积种植的时候 一下子消耗不了那么多鲜石玉米 所以作为加工品种是非常好的 它加工以后呢 颜色不变 同时呢 它加工以后的 在煮的时候 它不反生 所以这也是它主要的一个特点 这个玉米它就是卖的时候 会比别的价钱高吗 当然了 万诺2000 在同类的品种进行比较的时候 一般收购商 它都愿意先收这个品种 而且这个品种 每次都要增加到两百钱左右 说明它这个品项好 我们说品项好就是商品性好 这外观一看漂亮 颜色 给人感觉特别舒服 乳白色 从这个刺来说 你不吐尖 上下一边粗 是吧 粒子比较大 所以感觉就是愿意收这个品种 从商品性上来看 它是目前生产上比较好的一个品种 而且也经过多年的 评比实验和推广 所以它是一个安全的品种 所以这个农民朋友们可以放心地去选购这个品种 农民朋友在选种的时候一定要看好 要有正规的包装 在包装上一定要有正规的审定品种的编号 这颗样子 这色果是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它这个作果率非常好 每色果四到六个果 单果种都在半斤以上 所以说它这个一株的话 留五色果的话 这产量非常好的 肯定在十斤到十四斤左右 这个单株产量 一亩地的话就是两万多斤了 因为今年这个秋季番茄的市场行情也比较好 要是正常的话 应该就是一查卖五万没问题 像今年这个行情的话能卖十万 那你像我这也没种过式的 那老木铭种的是好管理不 主要看这个叶颜色还有这个有没有并斑 你看这个叶这个冬季了 这是已经到后期了 叶片你还很翠绿 没有并斑 所以说它抗性非常好 那你说这市的咱往近远的卖还行 那要是你说走远一点地方 那能隔住吗 对 现在这个口感已经是番茄吧 很多都是不难运输的 这个品种挺特殊 既好吃还难运输 园艺5604 这个品种的话你看硬度非常好 这都已经完全转色了 挂果已经超过半个月了都已经 货下期也比较长 你看这个品种呢 它转色非常均匀 颜色非常正 属于深粉色 而且非常亮 看 这都完全起色 里头颜色也都转得非常好 脂水还挺多 对 脂水特别多 这个口感性番茄必须是汁叶非常多 如果没有汁叶的话 就口感很差了 承蒙走 那还真不错 整点 都记着 记了 温度 湿度 这么一控制 齐火 你这啥还吃上了呢 你说那玩手 咱来考察来了 我是不得看口感咋样 是不是 你别说真净甜 我这个 好吃 通口吃就行 根本就不用炖牛肉 你来 好吃 甜吗 那就帮忙 一直在给大伙帮忙 你有什么好的农产品卖不出去 有什么东西买不着 都可以和那就帮忙取得联系 咱们看看今天 那就帮忙的大吉上 又有哪些好东西 您瞅瞅这纯黑色的笨猪 这是古顺市清源县 杨家殿村宋大哥家的 宋大哥家呢 有个粮油厂 而这些大黑猪 平时就生活在这里 看看这一个个 飙肥体壮的 就知道他们的伙食 肯定是不一般 他们吃的可都是 有厂的黑豆饼 花生饼 还有黄豆饼 宋大哥说了 这些猪养了一年半 马上要过年了 有想吃纯奔黑猪肉的朋友 赶紧联系他吧 158-9838-3777 家住丹东凤城市 宝山镇的郑大姐 有500斤的紫苏油 想要出售 这可都是郑大姐 自己家种的酥子 榨出的紫苏油 具有护肝养盐的功效 现如今大伙 是越来越注重养生了 所以有兴趣的伙伴们 拨打150-4158-2129 联系郑大姐吧 盘景市盘山县 十二家子村的孙大哥家 种了很多爆点黄八里香 还别说 这名字听起来还挺霸气 是啥呢 这是一种甜瓜品种 因为瓜皮上 有很多像鲍娃一样的文理而得名 爆点黄八里香 口味香甜 但是孙大哥说 今年商贩特别少 现有八千斤的甜瓜滞销了 有想尝尝这八里香甜瓜的小伙伴们 赶紧跟孙大哥联系 电话是138-4271-3168 天天找咱帮忙的 可不光是咱们辽宁的 秦皇岛市昌离县的罗大姐 也是咱黑土地的铁杆粉丝 自家种了30多亩地的新疆五子蹄 现在天太冷了 已经全部摘完放进了 很多铺里储存 你看看 隔着屏幕都闻到了一阵蹄子的清香啊 罗大姐家现在不光有鲜蹄 还把一部分五子蹄晾成了葡萄干 平时指舟都可以放 跟我一样嘴馋的朋友们 可以跟罗大姐联系 她的电话是 186-3037-3773 蓝天白云 深山树林 还有大公鸡 清脆嘹亮的皮笑声 这是辅顺市清源县 枫园谷农场的孙大哥发来的视频 这些粪鸡 贵飞鸡 全部都是在林下散养的 从小在林下溜溜答答 吃虫子长大的 肉质紧实 口味鲜美 每逢过年过节 家人欢聚 餐桌上自然是不能少这么好的食材呀 孙大哥说了 一个电话打给他 鸡蛋粪鸡 快递送到家 他的电话是 158-4135-9444 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 这个季节你最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 有一位微友叫冰与火 他和我们说 他最爱吃的是大西瓜 而且是咔咔起沙的那种 他自个儿就能造大半个 还问我们为啥就觉得 冬天的西瓜比夏天的好吃呢 难道是因为价格贵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和钱 没有任何关系 你仔细想想 是不是家里温度太高了 暖气这个太热了 得需要吃西瓜来镇一镇 冷静一下去去火呢 其实西瓜的含糖量特别高 咱们尽量的少吃 而且很含凉 接下来还有一位网友 他叫岁月静好 他说别管水果店有多少水果的品种 他都不稀罕 就喜欢咱们东北的冻秋梨 而且得端着盆上炕吃 大口大口的可老过瘾了 听你这么说 我这牙都跟着疼 特别的凉 牙都要倒了 其实咱们这辈子的年轻人 就很少吃冻秋梨了 像我们妈妈呀 姥姥那辈人呢 物资比较匮乏 特别是冬天 新鲜水果很少 所以喜欢吃冻秋梨 不过现在吃冻秋梨 可不是因为梨的味道了 是因为怀旧 小时候的那种感觉 接下来呢 您还有什么互动的心情 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 继续把您的一些想法呢 发送到我们黑土地的微信公众号上 好 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继续聊 辽宁卫视黑土地与沈阳虾兆业广场 锦州天兴加勒会购物广场 联合打造的2019年金珠鹤岁 新春年味大集即将开集了 如果您有好年货赶紧来报名 时间是1月18号到2月3号 本届年味大集 沈阳锦州双城联动 不只要打造一个年货狂购盛宴 还要让市民在购物中 享受到浓浓的年味 届时黑土地栏目组 全体主持人及记者 将悉数到场 与参展商 消费者倾情互动 唯一节目 游戏送奖的现场活动丰富多彩 观众将有机会得到 黑土地送出的暖心礼物 大集期间 还将举办黑土地 首届农民达人秀比赛 对展会 黑土地节目将做连续的特别报道 黑土地线上商城 每天优选多款商品 进行线上销售 你有年货 我有大集 还等啥 快来报名 报名任限 024-23-18-6752 176-0402-9999 好 欢迎回来 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 过去呢 一到冬天 咱们乡亲们 就进入到冬咸的时节了 但是呢 随着设施农业的发展呢 大鹏越来越多了 那我们的冬咸呢 反倒变成了 另外一个东盲的时候 乡亲们都知道 这大鹏好啊 大鹏可以种水果 种蔬菜 经济效益非常的高 可是有一些低收入的乡亲们 却说了 说我呀 觉得建大鹏 这资金的压力 实在是太大了 盘寝盘山县的张家村呢 就建了一批福利大鹏 那这福利大鹏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的家乡现在是三代千 最佳绿 咱们的农庄 能给你们带来 不一样的体验 可不想吃啥咱就养了 网上订的 你要的好农货 马上送到家门口 因为创新 所以越来越好 因为国家战略 举措的精准务实 所以越来越好 辽农卫视黑土地 推出特别策划 越来越好 瞧瞧这气派的景象 上百栋温室大鹏 整齐地排列着 现代化的标准配套 一应俱全 一幅新农村的美景 映入眼帘 这里是盘锦市盘山县 太平街道张家村打造的 设施农业小区 我自己打工 现在一年都能挣三四万了 一栋房能上五万 一栋房能上十万 那么今年年底呢 一定至少地告诉 大家伙的收入一年比一年高 干劲更是一年比一年足 家里电脑 摩托石小匙上的都有 一路加一起才七多 现在我这个房子一百六十 一家一间外面就提供 我路量吃了 今天准备出国 像喜马开过年间 抓二十万 别看现在张家村道路宽敞 大鹏气派 大家伙天天都乐乐呵呵的 可在几年前 这一片可都是废弃的盐检地 种什么都不爱找 种点水泡也就一亩地 把钱北京一点 种地卖不上好价钱 不少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 村里的空心化老龄化严重 一年那种二十亩地水稻 就是挣两万块钱嘛 自到2017年三月份 村班子决定 以1200元一亩地的价格 进行土地流转 建设设施大鹏 租赁给农户 我们村里出资 集资3600万去建立房 鹏建完以后 租赁给老百姓 王树森 张家村设施农业小区的负责人 也是村里的技术员 大鹏的策划和搭建 他可没少下功夫 经过咱们很多地方 去实地考察 综合 咱们把这辽宁二省的棚 综合改革 改造成 现在咱们这个棚的棚型 100米长 10米宽 5米一高的大棚 是124栋 像这样的大棚 村里已经建成了90栋 预计要建124栋 每个棚内水肥一体化 远程温控 自动却连机 一个遥控器就都搞定了 都是一般的50座左右的 老年人了 中老年人 他们的体力就跟不上去了 所以咱们把一般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用高科技的东西代替了 老东西 徐秀华 50出头 土生土长的张家村人 自到2018年 村里大棚盖好了 一下子包了五个棚 种植小柿子 这个一年租金也不太贵 每栋棚 一万五千的租赁金 租赁老百姓 有支付能力的老百姓 他没有钱的情况下 我们是用我们的大棚作为底下 与咱们县农行 签订和协议 做贴息贷款 每栋大棚贷款 徐大姐种小柿子十多年了 原来盖的都是矮趴趴的老棚子 七八万块钱一栋 通风光照都得人工去控制 现在用上了二十多万一栋的大棚 大家干起活来 动力更足了 租一棚合适 租一棚合适 进来就可以 种植就可以 当年就能换钱了 我建个棚得二十多万 靠中小柿得四五年能回本 现在这一栋棚 投资不是两万吗 我这卖完市 我的租棚都能剩五万 省去了前期的大笔资金投入 降低了风险 大家伙的积极性也都上来了 再看看棚里的小柿子 红的 黄的 绿的 各种形状 各种颜色的都有 把高科技的 高产品的柿子引进来 引进来也失种以后 给咱们公司的农户推广 增加农户的收入 如果农户种植失败了 这一大年都白冷了一年 张家村把眼光盯向了高端市场 种植的品种市面上不大常见 乒乓球大小的黄色柿子 带有纹路的绿色柿子 圆嘟嘟个头偏大的粉色柿子 教授渠道主要是定的一线城市 像大连 北京 北京超市发 现在给咱们要货量是每天是2万斤 试验棚每年7月份定职 9月份结果 确定品种之后 10月份基地在大面积栽植 如今 张家村的90多栋大棚 已经解决了200多位村民的就业问题 能干的村民一年都能有三份收入 大家伙看着满棚绿油油的柿子鸭 心里都美滋滋的 辽丰小镇为我们准备了一道冬日盛宴 吃喝玩乐全都有 可以说充分地把现代农业运用起来 给我们展示了春夏秋冬四季的美景 那今天我们就剧透到这 1月9号赶紧带着家人朋友们 一起到现场亲自感受一下吧 怎么样 您看了是不是已经动心了呢 别说这个点收拾收拾往那赶还来得及 去玩 别忘了拍照 拍一些美美的照片 分享给我们黑主帝微信公众号上 如果您觉得今天没有时间怕错过了 不要紧 这赏花节一直持续到19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